来自雷锋的第二个故乡 辽宁普顺 今年六月份将于东北农业大学 工业工程专业毕业 硕士研究生 08年为了方便同学 我在教室里开启了微型超市 赚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高考结束之后 怀揣着对梦想的渴望 我也开始了六年的求学之旅 大学四年 我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学生活动之中 步入研究生之后 我给了自己另外一种人生 因为我选择的是ERP管理方向 所以我选择了拥有软件 开始了软件实施的工作 在毕业来临之际 我用自己这一年的经历 完成了自己的毕业论文传写 我想这就是所学即所用的表现吧 今天我想在这里寻求一份 运营管理或者ERP管理方向的工作 谢谢大家 黄老师好 你好小徐 你好 你好欢迎欢迎 黄老师好 你好 你说你在宿舍里开了一个微型超市 我是在教室里开的微型超市 在教室对啊 就是我那一亩三分店 教室一人一个桌是吗 我说是左药 方便面水啊 但是我只开了一个礼拜 就被迫关业了 一个礼拜你能赚到人生第一桶金了 反正没赚多少钱 你这暴力啊 没赚多少钱 那你就叫人生第一桶金 但是就是人生的一种经历嘛 我觉得是人生的一种经历 就人生第一次做生意 对人生第一次做生意 然后再一个确实 主要是为了方便同学 自己也赚一点小钱 你这个为什么说读研究生是因为给自己换一种生活方式 要跟本科期间的生活方式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跟我们说说 本科期间什么生活方式 就是学生活动 不停的学生活动 各种各样的 文艺 体育 然后各种比赛 就是天南海北 全国各地 经常出去参加各种比赛 社会活动很丰富 就是玩吗 吃喝玩乐 吃喝玩乐 玩了四年 对 为什么要读研究生 说要换一种方式 就是我觉得人生应该各种方式都去经历一下 研究生之后呢 我想第一精进的去学 第二个真正的走向社会 开始自己的一种社会阅历 我希望今天站在这里的时候呢 不能让各位老板看到 我是一张完全的直上小白 所以就选择了用研究生一年的时间 修完了全部的课程 然后研二的时候就出去 全日制的 就正式合同的 然后到了用软件 开始软件实施的工作 那说说你这段实施的工作吧 因为我的研究方向 是压平管理方向 然后我做过生产管理这一部分的 但是呢 就是对于财务这一块接触的不多 我主要是做的 咱们从那个计划 生产计划这一部分 然后最后到咱们那个下订单 然后这一部分呢 他今天是有目标企业来的 可以说吗 当然可以说 他今天是冲着小二姐 伊丽诺依来的 为什么对小二姐 伊丽诺依那么感兴趣 因为我觉得小二姐 虽然那个说话挺狠的 但是口实心快 而且最后永远 往往会给人留有机会 我觉得 她这种性格 可能跟我特别搭 然后我觉得跟着她的话 我觉得 你能提高 我会提高最快 然后会过得最快乐吧 她是想应聘 小二姐的助理 就看着你这个人了 就是想跟着你在你身边 对 因为我不虚伪 我这个人呢 就是表里如一 我真不是想夸我自己 你听了 我听了 还想夸你 如果小二姐 没给你这个助理港 你考不考虑有其他 在场的报纸 对 我们还有机会吗 你看看他们其他的11个人 谁是备胎 我劝你啊 我给你一个建议 要么就做最心知口快的人的助理 要么就选一个最虚伪的做他助理 各位老板 刚才听到这句话 都假装往旁边看 这个是我自己心里的一种情感 但是 实场毕竟不只是单纯靠情感来 所以你赶快表达一下 然后就是 其他企业 其他岗位 你行不行 你接受不接受 如果说实种 确实就是觉得 我跟他还是 今天缘分没到的话 如果我觉得优生教育 我也可以考虑 对 陈浩你愿意给小二姐当备胎吗 那正好是那个相反 你可以考虑 不是 我到那个 如果去优生教育的话 我是希望去做运营以类的工作 然后就是 但是我觉得你就是选择逻辑有个问题 就是你是有受虐倾向吗 就是 不是 那个我选择陈种 最大的一个原因是 我读了六年书 然后在这六年当中 也给孩子补过不少课 然后在我们去家里 就是放假的时候 也去家里的补习班 去当过那种老师 对你这就分一对了 你以自己的擅长 对 能够有成就感 能够控制的事情 去找工作 是这个 不要去选老板 因为老板你是看不明白的 小陈你看一看 前面这十二个老板 哪个企业 你肯定是不想去的 灭掉一盏灯 说吧 余总 佑瑞传媒余总 余文浩余总 余下的十二老板 考虑一下 25岁的徐晓晨 请选择 祝贺小区 十一家企业 全部留灯 接下来进入 天生我有财 看大屏幕 这个就是我们参加 那个辽南省机械大赛 黄色的是个潜水艇吗 那个是潜水艇 可以下海的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你指挥的大型团体操 对对对 看到底下拿下来 那是200多个东北大汉子 然后 你是那其中的一个人 我是在上面 拿麦克总指挥的那个人 指挥的啊 为什么要展示这个呢 我想跟大家说 就是这种看出我女汉子的 一种性格吧 这就是女汉子啊 我一个女生 可以对付200多个男生 最后这一张 女男朋友啊 什么叫做平安吗 我放平安是想说 最后我的一个性格特点 就是其实我是一个 文艺范儿的女汉子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喜欢每一个东西 它一定是有一个东西 触动了我灵魂深处 平安就是这样一个人 我的偶像 三四岁成苗 我的偶像 一直坚持梦想 我觉得我最喜欢的一句话 是我最喜欢的一句话 用着我偶尔身上 特别的 特别的符合吧 就是说人的一生 当你就是觉得 你自己快要不行的时候 就在坚持那么一下下 也许就那么一下下下 下一个成功的 就一定就是你了 所以 所以你呢 给我们展示的PPT 就是最后 以它来结束了是吧 对 挺有逻辑的 我觉得 就是说 这个就是文艺范儿的体现 你能不能展示一下 你的文艺范儿 唱歌 现场展示一下 给我们来一个展示一下 对 展示一下你的文艺范儿 要唱歌了 文艺范儿的女汉子要唱歌了 唱那个黄奔系女驸马吧 好吗 你随便唱 唱啥唱啥 开始了 别再紧张 帮我来 他把一个黄梅戏唱的 愣向二人传 再来一段 唱两句东北二人传 对嘛 颜之原味 但愿不要有黄梅戏的味 就会唱两句 正月里夜市里啊 正月里出三四啊 这里头放年假 这么两个西窗门啊 不会了 你看 这个多颜之原味 我们知道刚才那段 是怎么来的了 是吧 没错没错 这两段听出来了 这个味还是挺通的 还是挺东北的 对 这姑娘在第一环境 其实已经把自己个性 当中这种大方 豪爽 展现的淋漓尽致 如果在第二环境当中 能够展现出自己 擅长的这个专业领域 其实会加分不少 那我考你一个 专业的问题啊 ERP的 你过去是一直做ERP 那同龄珠宝呢 我们现在 正在用着 你所过去从事的 拥有的软件 但是它现在呢 满足不了 我的发展的需求 那我现在要做这个 SAP 我们要上SAP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能够给我什么专业意见 SAP的软件 它系统流程更加的 就是更加的明确 更加的就是 呃 确实用 比用有的话 它的流程上来说 更加的明确 更加的就是简便 然后 更加的就是严解 然后就做的 时间也比咱们的长 然后人员也比咱们 配备的要高一些 但是我觉得SAP 它过于范琐 小薰你用过 SAP的这个软件吗 SAP的 我只是看过那个界面 就是打开进去看过界面 你肯定没用过 他不知道怎么跟你做 因为你不懂SAP的 你马上就跟他说 说 这样这样 最后拉回来 让他用用油 但实际上你并不懂这个 这反正是你一个短板 所以你不懂的时候 你说我不懂 这样更能真实地打动我们 你的心知口快 已经开始出现问题 已经开始有负面的东西了 说话呢 越来越快 而越来越不细致 越来越不理性 接下来回答问题的过程 当中要注意一点 好的 包括刚刚粉总啊 都在问你一压批 我觉得这个问题 不需要再问了 就我觉得还是要梳理一下 你到底想做什么 你的特长在哪里 你到底就是能够在 为各位boss 能够提供什么样的一个优势 第一点 我其实我最想做的就是说 我在这里跟各位boss 学个三天五点之后 我可以回到家乡 加盟咱们这样一个店 自己开始工作 然后也回到父母身边 这是你的规划 对 这是我的规划 这是第一点 你的特点 我想说的 第二点我的特点 刚刚PPT里展示了 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 有着文艺范儿 然后的女汉子 因为女汉子 她就是说 她做事肯定是雷厉风行 而且我是不怕苦 不怕累的那种雷厉风行 有沟通能力 有管理能力 一个人能管二百多个男生 这就是抗压能力比较强 像我们参加比赛 零为双命 我们也能够出事的 完成任务 抗压能力比较强 对 然后再一个就是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 拥有宽广薰金的人 你现在实际上 要做一个预案 假如说小艾姐 不给你助理岗 你现在要做一个准备 就是其他的企业 可能对你感兴趣 会给你一个 其他的岗位 你有没有 胜任这些岗位的能力 这就是他最大的问题 一上场 你就点名 我要跟谁 其实这跟你无关 你要判断的是 自己的能力 适合哪个职位和企业 你太相信人 太容易跟着人 会影响你的判断 而客观存在的一些规律 是我们要去遵守的 所有的大学生 从他找工作那天开始 他就应该跟一个老板 不管这个老板是好人 还是坏人 先跟对一个人 不是谁都有这样的幸运 去跟对一个 真正对自己付出 而且又适合自己的老板 那么怎么办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 我们必须告诉大家 我们必须相信客观规律 必须相信制度 相信人性 从这方面去学习 才可能更好地成长 当然如果他跟对一个人 当然是他的幸运 但谁都有这样的幸运吗 我们不要畏手畏脚的 你有本事 今天你就带他 你就是对你的言行负责 你要不然就别废话 我们年轻人 出入职场 踏入社会的时候 可能还是找平台 找体系 这个成功率 比找一个人 成功率要大得多 这里面有一个专业的词 我觉得我们到现在 一直都没有说 这就是一个企业文化 其实从一个企业来说 一个老总 他的管理的幅度 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比如说在我们的公司里面 我可能能说出名字的 最多只有50个人 而真正向我汇报工作的 15个人左右 也就是说 就能够跟你直接打交道 一个跟对人 这么一个说法 你只能在一个 非常小的企业里面 在谈跟对人 而找一个企业 应该是什么 是找他的企业文化 是否和你的价值观 所吻合 大学生出来 找老板做助理 很多时候选人 把自己的命运 委托给一个人的 这么大的一种 包袱的话 你想想 你有没有这样的能力 老板能不能接 如果这个老板说 你跟着大哥 保你有饭吃 这是个团伙 你加入的是一个团队 不是一个团伙 小徐小徐 因为你是奔着我来的 我觉得我得说几句 我觉得他们刚才说的 都特别有道理 但是你要自己 通过自己的大脑 去分析 不是你一毕业了 就加入所谓的大企业 你就会幸运 我观察你这么久 我是觉得 第一呢 你特别适合 去跟人沟通 打交道的这个工作 跟老板这个事 我真的非常认同 土磊说的 这个不是一个 就是 我能理解你的内心 但是这个方法是不对的 这是我要表达的第一点 第二点呢 因为我现在有助理了 所以呢 我目前状况 也不招助理 第三呢 就是因为 你的这个学习的 这个背景 和你做ERP的背景 我相信这里边有 他们更需要你的职位 整个来说 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 以你的年龄 和你现在的这种 性格脾气 稍微急躁来说 不太适合做助理 不够严谨和细致 其实我在仔细想 你就是做ERP专员 这种 这种个性 都会有点影响 因为也是需要 非常严谨细致的 但是你的工作精力 都在ERP里面 我想问几个专业问题 比方说 在你的这个初始执行里面 你到底最擅长的是什么 就还是 最主要的 还是说 跟客户沟通这一块吧 他今天主要强调 就是自己 善于与人沟通 有亲和力 各位老板可以选择了吧 考虑一下啊 是否留灯 请选择 来 好 祝贺徐小辰 还有六家企业留灯 我们来听听他们 提供什么样的岗位 从庄总长开始 我希望就是 你能够的一个岗位 是落在 消费者运营中心的 粉丝的管理 专员 这样的一个岗位 谢谢 好 沈东君 那我给你的工作岗位呢 就是ERP专员 好 尹峰 卡夫自己给你提供的岗位 是IT部的ERP助理 我个人觉得 现在如果在ERP 运营或者管理 实施上可能目前 你还不是最专专业的 但是你可以 从一个具体的工作上去进入 好 陈浩 我给你我们集团 加盟事业部的管理培训生 这么一个岗位 方总 ERP升级 项目的 负责项目的执行 好 张扬 我们一桃时 为你提供的岗位 是运营专员 主要是服务一些 大型的餐饮连锁企业 为他们搭建 电商运营体系 我觉得你的能力 比较适合于这方面 跟客户进行这样的沟通 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 考虑一下 走过去那条其中 四盏灯 去吧 谢谢了 小峰姐姐 谢谢 谢谢运营专员 能帮一个门 太美了 加油 加油 运营 谢谢你 运营 谢谢你 接下来请 张扬和沈东军 谈钱不上感情 好 请两位 写好准备给小陈的工资 沈东军请揭晓 好 一个是四千加 一个是五千 有什么要问的 我想问一下 沈总这边是因为我 没有加号 是因为我在这个 那个 绩效一类的吗 我觉得这个岗位啊 是一个 相对比较稳定 我们会有专门的人来带你 通过SAP的学习 其实你的身价都会提高 在市场上面价值也会不断的提高 好 还有就是 一桃这边工资是 通常我们这个岗位的工资都是五千起的 因为你考虑零经验嘛 我们的提成是非常高的 它电商销售的百分之五都是你的提成 所以非常高的一个提成收入 是你可以拿到的 没有可能再加一点了 是吧 可以 当你过了我们这个试用期 我们还会有低档的提升 可以了吗 可以了 给你数秒钟时间 考虑一下去一桃石 还是去通灵珠宝 还是谢谢再见 请准备 谢谢再见 牵手了 跟我预理 还是没有跟对神小燕 都有关系了吧 这两个 第一个确实是因为出到北京来工作 然后这样的工资 我想可能不能注意 你看你现在又开始相信数字了 所以你也会变的 呃 我我其实就是一个挺性情的一个人 性情中人嘛 嗯 再见 祝你成功 所以他就是一个性情的小孩 他出败这个人 他最后的时候又很不性情 所以说最后